今天我收到了一张内存卡 这是一张闪迪的SD卡 容量是16区的 卡到我这边已经是二修了 因为上加已经拆过一次了 但是并没有恢复成功 根据上加那边的描述 现在卡是识别出一个32兆的分区 具体呢我就不上机看了 一般像闪迪的U盘或者是内存卡 识别出一个32兆的分区 要么就是固件坏了 要么就是里面的晶圆坏掉了 我们先来测一下 它的晶圆是不是好的 闪迪的内存卡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这边直接给出了一些定义点 不需要额外的打磨 先来测量一下这些点有没有组织 如果有组织的话就直接做增线活 没有组织的话就可以宣告结束了 第一个点是有组织的 看来是个好消息 这里也有 测量一圈下来 这边的组织都是有的 应该只是它的固件坏掉了 现在我们要来给它做点增线活 下面这两排是它的闪存定义触点 我们要通过飞线的方式 拉到这一个飞线板上来读取这一个芯片 这是线 因为这个芯片需要飞16根数据线 这些数据线都要做成等长的 不然后续读取肯定会出问题的 现在边我已经给它做成等长了 这一捆一共20根 因为做针线活的时候 一不小心就会断线 所以我还给它多佣于了四根 然后再拿出这一根针 因为是七包线 所以还需要把它这两头的包皮给它磨掉 现在我们来给它磨皮 上一点锡 然后再把这些线放上来 直接烫掉就可以了 因为这些点比较大 所以这一次就不用显微镜了 这个角度不好拍 我随便飞一根来展示一下吧 OK 真线活这一边我已经给它做完了 另外还花了几分钟时间来理线 这些数据线不能搭在一起 不然会产生干扰 影响这一个读取质量 所以我这边还特意给它留了点空隙 现在我们来上机读取一下这一个芯片 芯片这一边我已经给它读好了 这是一个TLC的芯片 ECC我给它做了一次修复 这个效果怎么说呢 前面这里有一些是坏的 但是往后拉 后面这些数据 全部都绿的发亮啊 这边我统计了一下 大概有600兆左右的数据 应该是坏的 虽然我很想给它再重读一遍 但是这一个芯片读过一次以后 就再也不识别了 包括我连接到FE上 也是识别出00的 这次估计真的是芯片挂掉了 所以留给我的机会也就只有这一次 就算不行也要硬上 首先我们要对这一个芯片进行解密操作 找到闪迪的这一个 这里有好几个啊 先随便选一个吧 看一下这个效果 这一个应该是不行的 换一个吧 这一个应该是可以的 组完以后给它扫描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文件 文件这边是有的 不过都是红色的 这是因为闪迪的算法非常反人类 我之前找过一些同型号的闪迪U盘 并且是同一时间买的 但里面用的主控跟芯片 虽然都是原厂的 但是算法却不一样 一般比较正常的U盘 组装到这一步的时候 应该可以读取出数据了 但是闪迪还需要额外借助PC3000里面 自带的翻译器功能才可以 找一下这个翻译器吧 找到闪迪的这一个 然后选到这个SD卡 直接确定 这边创建这一个翻译器 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我们等一下吧 编译这边我已经给它做好了 并且分区也能访问 文件夹也正常 打开看一下 这里的数据应该是不对的 因为很多文件 头上都没有这个绿点 先看一下这个编译做的对不对吧 编译应该没问题啊 012345678 一直往下 按道理来说 开头应该是有些坏的 这并不奇怪 因为刚才在做ECC修复的时候 就已经意识到了 我们给它按类型来看一下吧 前面这些是坏的 不用看了 往后调一下 后面这些文件 倒是有不少可以滤掉啊 还是有不少好的数据在里面的 这个时间大概在21年左右 具体呢 我就不打开看了 接着我们来看一个U盘 这个问题描述嘛 也非常的简单 据说是U盘 拔下来以后 再插上去 这个U盘就不识别了 需要进行资料恢复 现在我们来上机给它检查一下 看一下症状是怎样的 U盘这边已经连接上我的电脑了 并且我打开了检测工具 不过U盘接进来的时候 工具会一直卡死啊 我们现在把它接到PC3000上面看一下吧 现在我已经给它连接到PC3000的USB接口上了 我们给它通电检查一下 等了有大概30秒吧 这边设备也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具体呢 我们拆开研究一下吧 U盘拆开 虽然正面有一个主控芯片啊 但是反面却是一坨牛屎 这个主控是新邦的 20991 没办法 只能继续给它做针线活了 虽然我没有2099的这个定义图 但是我有2199的这个点位图 这两个主控的关系就跟哥哥跟弟弟一样啊 他们的定义肯定也是通用的 给我一点时间 我来把这个针线活给它做一下 针线活这一边我已经给它干完了 不过也只能到此为止了 为什么呢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我是连着主控飞线到这一个PC3000上面去读的 主控可以给这一个芯片进行供电 结果它的颗粒ID并没有读出来 然后我又把这一个主控给它干了下来 结果依旧是无法读取啊 后面我又给这一个芯片测量了一下对地组织 可以看到 这一个C信号的引脚 对地已经无穷大了 其他的信号倒是正常啊 这也就意味着 下面的晶圆肯定是包挂的 没办法搞这一行的 有时候多少都会遇到类似这种情况 虽然表面看起来并无大碍 但其实里面是暗藏着各种内伤的 那么明显了 让它们睡觉了 感谢观看